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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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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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子 我每次到你们家吧 都觉得像是回娘家了 你看你多能干啊 把家经营得这么好 丈夫女儿 每天都那么高兴 其乐融融的 你这么感慨 梁国辉惹你生气了 两口子过日子就那么回事 你别奢望太高了 婚姻这东西啊 男人啊 有一搭无一搭的坚持 你就是到了八十岁 你跟他离了 人家转身找个小的 女人啊 女人啊 就是在耗命 一耗就一辈子 你要是想赢啊 就得豁出去 自己一层皮 小三 这话说得我后脖子 直发凉 你不是跟我哥 有什么问题了吧 问题家家都有 有些人 是马上解决 有些人 秋后再算账 别把男人太当回事了 除了自己的亲人啊 别人都靠不住 能陪你过一辈子的 只有你的孩子 梁国辉啊 随时都可能是别人的人 可孩子是自己的 小姐 听嫂子一句 守住孩子 就梁思雨现在的成绩 上重点高中 基本没希望 孩子是足够聪明 可他不往学习上使劲啊 你知道别的孩子 每周除了学校的功课 在外面上多少提高补习班 据我了解 梁思雨是一个班都没报 学习靠督促 这话我说了多少遍 中考是孩子的人生大事 我希望你做家长的 能够足够的重视 我现在对梁思雨啊 就一点要求 就算考不上重点 也不要给班里拖后腿 亲爱的朋友们 当你坐上早晨 第一列电车 驶向工厂的时候 当你扛着篱笆 走向田野的时候 当你喝完一杯豆浆 提着书包 走向学校的时候 当你坐在办公桌前 开始一天工作的时候 朋友 你是否意识到 你是在幸福之中呢 从朝鲜归来的人 会知道 你正生活在幸福中 放烟滚滚滚 长盈旧 四面青山 测而听 测而听 青天向内交进步 大海洋不作何声 赚平战士 去护包 设神王子 宝贺天 为神火战起 来来来 郑杰 你来的正好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思雨在网上 帮我找到的志愿军的战友 这是我的儿媳妇郑杰 我们接着上 大伙别客气 随便 这郑杰是我见到的 最贤惠的儿媳妇 她那个炸酱面最拿手了一决 郑杰 今儿给叔叔阿姨们露一声 算了 还是走吧 感觉在这 没关系没关系 听我的 咱们好不容易忌讳 啊 我刚才说过了 郑杰 是我见到的最贤惠的儿媳妇 啊 这个 她一来啊 咱们这个晚饭就着落了 你说呢 啊 是是 你们多难得啊 去一去 那接着唱 我我去做饭 好 各位 不是我吹呀 我这儿媳妇可不是一般人了 她是咱们中心医院重症监护室的主任 别都不敢说呀 咱们这把老骨头了 谁要有个三个病呢 这住院的事儿全包在我身上了 放心啊 放心啊 来来来 坐坐坐 咱还接着唱 对 接着唱 接着唱 坐着唱 坐着唱 你 你什么让情 你 你从你前前 我 我 你只说 那你 这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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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还 牵 我 我 你 妈 您生气了 我替我爷爷向你承认错误 这种聚会应该去外面 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 实在不应该 都是我那帖子惹的货 下不为例行我妈 妈 我生气不是因为你爷爷 跟人家没关系 想想你自己的事 我 我自己 我 我要好好学习 给你争气啊妈 给我争气 就是你 你不把我气死 你才算对得起我 妈 我 我 我没想气你 如果是我把你惹到了 那是我的不对 下不为例啊 妈 妈 你就看在爷爷那些老战友的面子上 别生气了 外人没见你 够点面子 妈 不要 小组组 我要不是因为你 我都不回这个家 谢谢妈 哎呀 都没洗干净 去买三斤面条 要手感的啊 看着去 快去快回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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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雅 你先别拒绝我 可能其中有一些误会 我们俩需要做一些 最新致富的谈话 首先 我觉得你今天出这么一个事 我有责任 我要替郑杰一起 要跟你道个歉 郑杰是不是把我们家的那些事 都给你道道了一遍 我知道 所以你就对我产生了一些误会 对我的人品上 有一些不信任 对吧 是不是因为那个叫华硕的大夫 华硕是我的学生 他一直在我身边 我们俩就是失神关系 这点我可以跟你保证 话说得我半年前吧 就是得肺癌那个事你知道吗 当时大夫都给我判了死刑了 说我这也就是六个月的时间吧 所以那个时候 上上下下全家 大家都比较着急了 我的心情也很郁闷 华硕呢 每天他在我身边 就这么照顾着我 跟我输液打点滴 这件事我没敢跟郑杰说 反正这个中间的过程 我就不再跟你追说 华硕让我很感动 他觉得我这时候那么绝望 他就说 要用他的这个 年轻人的那种朝气 他的那种爱 想刺激我身上的每一个心 让我坚强起来 那么活下去 当然事情的结果你也知道 后来这个却没事了 很多事 我觉得女人跟女人之间啊 容易沟通也特别的不容易沟通 我那会儿这个病人通知下的时候 这个华硕跟郑杰两个人 什么样的情况 我现在跟你说你都不信 如果现在好了呢 这两人之间又产生了一些 情感上的一些一些 不同的看法 就这么个事 别的我不跟你解释更多 总之我跟你说 就我们华硕之间 是很 应该怎么说 就是师生关系 是很好的同事和师生 就是这样 你信也好 不信也好 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对我产生一些误会 在这我得说说你 因为 抑郁症啊 这个事很正常 世界上不是你一个人有 每个人应该说 轻度的这种抑郁情况都有 那我觉得是这样 就如果说人有了病以后 不面对 并且拒绝治疗 这恐怕就不是一个正常 人应该做的选择 对吧 你说你这样的话 你影响到周围很多人 比如说长江 你想想 长江跟我这么多年 哥们我看着他这样 我 我心里真是难受 因为你的这种不快 因为你的这种 对生活的丧失信心 你搞的长江 现在里外都乱了 买了买了 做不好 人家 这整个精神状态 你看 所以你要 你要对得起自己 要对得起周围的人 你不能动不动 就什么投合自杀 这很幼稚 这种作物 那我作为一个精神的大夫 如果我这样看着你 这种情况 发展下去 我不采取措施的话 我也会很内疚 和更何况我跟长江 都是好朋友 咱们那么多年 所以我建议你 咱换个医院 好不好 你到阳光医院 去住一段时间 咱们试试 行吗 好 那我就跟长江说了 咱马上办个专业手续 你真棒 马上给你们家白小燕 办转业手续 转哪儿去啊 你说转哪儿去 抓紧性人命运 对 白小燕同意了 你可真诚嘞 这个白小燕 她得的是抑郁症 她是一个经举名领 我把她演出的DVD都拿来了 一会儿 你分发给所有的护士和医生 让他们提前都做一下功课 好的 白老师 你好 你好 蓝老师 我们都非常喜欢你 虽然有点不太懂戏 但是我们都会成为你的戏迷的 你看我们这儿的条件就是这样 不知道不太好 你还喜欢吗 哦 谢谢 你37到39全备完了 还没 还没你让我签什么字 备去 签完了我再备呗 这叫什么 白小燕的安眠药 按我给的量服 得慢慢解 爸 您要注意他的情绪 好 辛苦你了 婚姻 再见 您跟我爸又吵架了 你怎么老操心大人的事啊 背您用单词去 妈 你知道吗 您跟我爸这叫橡皮婚姻 橡皮婚姻你懂吗 也就是说你和我爸在法律意义上是合法夫妻 对家里呢都尽职尽责 可是你们两个之间 坏也无头 无趣也无谋 出白了 就是你们两个生活在一起 已经麻木了 可是呢 橡皮又有弹性 所以你们两个不会不过 妈 说的对吗 你这话从哪听来的 网上 网上 你以后少到网上去看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永的时间多背给英文 行吗 妈 妈 您觉得我说的对 你就承认吧 我觉得你跟我爸之间需要激情 你也需要激情去给我背英文 董燕哥 你爱人怎么样了 情绪控制住了吗 住院了 就住在你们医院 你不知道 梁副院长没告诉我 他可能 是怕你不方便吧 那你觉得方便吗 这说不定 我还能帮着点忙呢 不用了不用了 马上 有国会就行了 他要实在忙不过来啊 我告诉你 啊 陈燕哥 你对我有看法是吗 是不是现在在你眼里 我也像 小三 像小三一样讨厌啊 你怎么是小三啊 静瞎说 我只不过呀 是家在中间不太好办 你看 郑杰国辉 我们是同班同学 又是多年的好朋友 你让我怎么办呢 我不能有态度 我也不能没有态度 我的态度 只能是这么一个 没有态度的态度 这就是我的态度 吃葡萄 不吐葡萄瓶 不吃葡萄 倒吐葡萄瓶 你都成绕口令了 不难为你了 你忙吧 来 花叔 嗯 有什么事 你就给我打电话 别客气啊 好 您好 您是周校长是吧 您有什么事 我正在开会 哦 这个是 林副局长 让我找 今天我们需要 招生二百名学生 现在光调就 收了一百四十多 这是重点中学 这样教育之量 怎么保证 我明白 但是 刘副局长说 找您 您一定能解决 所以 不是说 刘副局长病毒以后 我不给他面子 这学校确实要难处 这样吧 先把调子放在我这里 我们研究一下 您回去听 这是建委的冯处 这是我的老同学 杨夺辉 您好 冯处 感谢您在百忙之中 接见我 梁院长 久仰久仰 真是不客气啊 你在我们建委 知名度相当高啊 这话怎么说啊 冯处 我说了 您别介意啊 您说 梁院长一到建委 刻鲁神仰 都四处躲了 听出这意思来了吧 就是建委的领导 见着我头疼 既然都是自己人呢 我就开门见山了 您给指察到 您看我们医院 怎么才能保住 说句实话 难保 往大了说呢 房地产开发 现在把整个城市 都烧热了 这是大趋势 忘想了说 你们医院那块地皮啊 现在是黄金地段 多少人眼睛都盯着呢 拆迁 这是板上钉钉的事 基本上 不会有太大回旋余地了 那您的意思就是 我们医院 就这么着 得让人 让人宰割了 长江和我是朋友啊 我今天就给您 交个诗底 看上你们医院 这块地皮的 开发商啊 叫萧天叔 他可真不是 一般的开发商 那是个手眼通天的人物 而且这个事 是上边定下来的 我们建委这块 就左右不了什么的 而且 现在已经规划了 拆迁地方 你要是拒绝拆迁的话 就会不大可能 还是 只能和开发商 做下来携商 咱们争取啊 最大的赔偿 利益最大化 只能这样了 那院长 你说您 何必非得这么较劲呢 这 这都是公事啊 郑云辰 这避体也就过去了 得了 我听说 你们的朱院长 快退了吧 推举你当院长 已经成定局了 您何必非得在这个时候 当真弄超儿 这医院拆迁 无论到哪 都不会影响到你当院长 出卖医院当院长 这么卑鄙的事 我干不出来 我还真不相信 一个开发商 为了挣钱 就能把整个医院 都给我挪到郊区去 我不信 那我再说一句 您不爱听的大实话 就你们这个医院 如果是这普通的医院 那根本没有拆迁的事 就当是高档社区的配套设施 问题咱们是精神病医院 您替开发商想想 这边是高档社区 这边挨着精神病医院 这房子盖起来以后 都卖得动吗 我全听明白 你也听明白了吧 这就是商业理 要让我们病人 给他们妇人让路 对吧 我明确地告诉你 我们医院绝不可能搬 这个钉字户 我当定了 您这样跟您说 董事长有事 您稍等会儿 真的说呀 是不是 我们这个搞开发 也是为了百姓谋福利 提高城市的品质 是吧 也是为了给地方政府拿税 您说的一点都不错 我们医院恐怕 给地方财政 没有办法增加这个税收 有时候可能还会伸手 跟政府要点钱什么的 但是人不能不生病 对不对 肖董事长 即便像您这样 每天跟钢筋水泥土 打交道的人 他也得有个病 有个灾什么的 人要生活 要挣钱 我这个都可以理解 但是有些钱可以挣 有一些钱 你就得好好地想一想 尤其是挣精神病人的钱 您更得好好总统 连院长 我们先息怒 有什么话都好说 咱们总能想出这个解决的办法 是不是 我不管你想什么办法 我必须要跟你表明我的态度 阳光医院不可能迁走 这么多年来 我们周围的一些配套设施 我们跟一些机构单位 相处的都非常好 有研究生院 我们还有一些 有公务员出入的粮食局 这么多年了 大家都跟朋友一样 不能因为你的高档社区要进来 我们的医院和病人就都得迁走 这种行为是一个强盗行为 你走到哪都说不过去 总之我要跟你表明我的态度 医院是不可能搬的 所以您呢 也不要让我们医院成为一个大的丁字户 也不要逼着我们的病院成为刁民 连安德 你这么说话可得见歪了 咱们今儿个 先把这个差前的事放一放 不着急 不急 咱们就事论事 你我之间没有矛盾吧 没有 你看啊 说句老实话 您的这个性格呀 很投我的脾气 我们不再能够成为朋友 将来呀 还能够成为更好的朋友 你说是不是 我觉得这有点难度 萧总事长您为的是妇人 我为的是病人 您是挣妇人的钱 我们是为病人治病 道不同不相为谋 哎呀 刘院长 说话不能那么绝对吗 你今天的来意呀 我呀完完全全的病 我会好好的研究你的理解 今天呢 咱们就先聊到这儿 好吗 行 希望你能够尽快给我答复 好 我用力 再见 周校长 您是来自己看病啊 哎呀 不是 老叶母啊 脑梗需要住院 前世各大医院 没有床位 正着急呢 您蒙着急 我来想想办法 林林你去看那个八号房间 还有没有空床 给安排一下啊 别急别急 太感谢了 老老人现在在这儿住着 有条件好的房间呢 我再给调换啊 好好好 非常感谢 你自己走向社会了 开始工作了 你就明白妈妈这份苦心了 那可是什么都得靠自己 一点一点的拼 嗯 听见了吗 嗯 嗯 别 你都听听了 思雨 你别嫌我孬子 你想想 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 我不张罗你 我张我谁呀 是不是 你得理解妈妈这份心 我真是为你着急 你想你现在就是个学生 你的最首要的任务 就是把学业搞好 其他的 都谈不上 你要知道 以后不管你干什么的 都得有实力 那这实力从哪来呢 就得从你上学的时候 开始打基础 对不对 对 对 杨思雨 嗯 我跟你说话 你听见没有 你听见了 听见了 妈 你吃热蔬菜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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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咬咬咬 好吗 咬咬咬咬